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,昨天晚上政府很遲先公佈說出珠海還是要隔離, 但期間有好多勞工聚在關口及之前排大隊做核酸檢測, 我們現在一齊看新聞方面如何說。 根據澳門日報消息,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廣東省政府珠海市政府在9月30日傍晚在珠澳疫情防控及口岸通關事宜進行三方視頻會議。 雙方經過長時間的磋商,粵方基於疫情防控考慮,決定於9月30日12時仍然維持現有的疫情防控措施, 按照粵方規定將會維持入境珠海的措施,即是稱稱珠澳跨境貨車司機,殯儀館接送人員,危重症,醫療救治人員, 還有經珠澳口岸入境需要有24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。 而其中,珠澳貨車司機要實行集中居住及2點1線閉環管理,殯儀館接送人員, 實行2點1線閉環管理及必須當日往返,其他人員經珠澳口岸入境後實施14日集中隔離以措觀察。 關口昨晚的情況,根據我們會識,關口現場有外傭高呼支持全民核酸、支持通關及我要回家等口號。 當中有一名外傭陳先生說,政府給外傭一個假希望, 同時修容中心亦人滿為患,無法修容到在場人士, 他自己在過去幾天亦跟其他勞工合租酒店住, 現在已退房,政府晚上10點半公佈通關措施維持,令大批已驗核酸的人失望。 現場還有200人聚集,亦有外傭高呼核酸煤水。 警方表示,青州修容中心大約有160床位被勞工暫住,呼籲在場人士去。 同時,現場亦有警員為證件到期的人提供協助。 上邊就是今次的資訊,如果按照正常流程,就應該是清零14天便會開關。 其實如果真的不能開關,就真的一早說, 那些勞工在外面站了那麼久,其實都好辛苦,又熱又盛,等到半夜才說, 無得開關換了我們都生氣了。 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其實我覺得有點奇怪, 因為如果不開的話,是可以早說的, 最少可以叫人不用排日孫啦。 怎知現在搞成這樣,這裏我就不評論太多了, 那你們有什麼看法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我知啦。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咯,拜拜!